昨天我们海东兄弟上了《飞飞秀》这个节目 在国内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很多人就是不知道咋回事 连福建某市的市长说 哇塞!他说这个郝海东说这话靠谱 他说他大概的情况知道 但不知道那么细 不知道当年所谓的戴永阁和徐明之间 这种关系是徐明通过郝海东先生认识我们的兄弟 东帝认识了曾庆怀后来又认识了戴永阁 然后戴永阁又开始就当了曾建传手套 然后又有肖建华是吧 肖建华判了43年13年肖建华玩球弹了 肖建华13年又是跟徐明一样 而且身患重疾活泼了几天了 他说共产党钱拿着你不能死你还当活证 钱拿来然后你突然的某一天死掉 这就是共产党